我重生了,还穿越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修仙世界,刚一出生就引来漫天的祥瑞,这是荒谷圣体诞生的征兆,就当我以为新的人生即将走上巅峰的时候,却从几位长老的脸上看到了惋惜之色,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这方天地中一共孕育出三千特殊体质,其中荒谷圣体可排进前五,只要修炼至大成甚至可与大地争锋,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天地间的法则突然改变了,降下时到枷锁束缚了荒谷圣体的成长,曾经人人都向往的牛叉体质。 如今却成为了不能修炼的废体,得知这个消息的我瞬间傻眼了,本以为是开局就无敌,结果却恰恰相反,居然是废柴流开局。 就当我以为这一生要做吃等死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系统界面,并提醒我到天地宫进行迁道。 哎,天地宫,这不就是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吗?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还是尝试着选择了迁道。 迁道成功,获得八星稀有奖励,大成荒谷圣体一句。 随着戏捧的声音落双,我的身体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体内的某种桎梏似乎被瞬间解除。 下一秒,无数的雷云朝着天地宫聚拢,仔细看去,云层中还有数不清的人影正对着下方跪拜。 这,这是圣体异象,万圣朝拜。 作为组长的爷爷第一个反应过来,随即将我一把抱起,如同质宝一般捧在手心。 一旁的两名长老也是又惊又喜,他们没想到荒谷圣体也有打破枷锁的一天。 这时我的爷爷突然想起来还没给我取名字,于是耗费0.2秒的时间,给我取了个十分土鳖的名字叫君长生。 好在我的娘亲及时出现,阻止了这个不负责任的老头,并且最终将名字改为君逍遥,寓意成先容易,逍遥难。 这也是我那失踪的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另一边,在后山的陵园之中,薰家老祖的光果突然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负责看守的家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看见一道耀眼的光芒自光果中冲天而出。 与此同时,身为组长的爷爷正在和两位祖老商量对策。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他们打算隐匿我身上的圣体波动。 随着三个老头一起结印施法,我那光着丁的身体缓缓飘服起来。 可就在这时,一道贺骂声突然传来, 你们这帮蠢后商到底在做什么? 话音刚落,一道流光便从天而降,打断了三个老头的尸法。 爷爷和两位祖老经一不定地望着眼前的一幕,等到硝烟散去, 只见一名长旭老者正抱着我站在那。 然而当三个老头见到他后却是连忙跪地迎接, 因为此人便是军家的十八世子。 只听老祖冷哼一声, 我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如此遮掩? 难道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了吗? 爷爷赶忙解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是怕日后有人会对我不利, 谁知老祖却显得不以为意, 霸气地表示谁要是对我不利, 那他就会亲自掀起一场不朽战。 这番话顿时让爷爷三人心中一惊, 要知道,不朽之战是由不朽静发起的世界大战, 一旦开战必定会天翻地覆苍生叠血, 他们没想到老祖竟会为了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仅如此, 老祖还直接授予了我零号序列。 一听零号序列, 爷爷三人再次震惊。 所谓序列, 便是从众多族人中挑选出的十个特殊存在, 拥有序列也意味着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其中有一人更是可以凌驾于这十个特殊的存在之上, 那便是号称下一代家主的零号序列, 而上一代零号序列便是我那未曾谋面的父亲, 白衣神王, 君无悔, 然而这些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总感觉自己被这老小子给坑了, 就在我郁闷的时候, 脑海中再次跳出系统界面。 川越到了一个陌生的修仙世界, 刚一出生就引发了天地异响, 指引我是天地间唯一一个荒谷圣体, 老祖得知这个消息后直接授予我零号序列, 这也意味着我将会是君家的下一院家主。 时间一晃, 很快就过去了三年, 作为组长的爷爷开始向我传授修仙相关的知识, 他告诉我, 修行最初为肉身境, 共有五大境界, 只需要天才地宝酝养便可大成, 其后便是神葬境, 也有五大境界, 分别对应人的心肝脾肺剩五种葬气, 等到神葬境大成后, 便可聚领海, 凝神功, 化真理。 我好奇地询问爷爷突破神葬境需要多长时间, 爷爷想了想说道, 普通人要五年, 天交需三年, 至于你吗? 或许一两年就够了, 听到这话我确实有些疑不, 因为我明明感觉自己随时都能突破, 对此爷爷自然不相信, 当即便让我运功给他看看, 于是我按照爷爷教的方法开始盘戏打作,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画面直接把爷爷给惊呆了, 只见我全身的灵力突然暴涨, 瞬间就突破了两个境界, 还不等爷爷大喊撕过一, 我又一次突破晋升, 直到连破五个境界后, 全身的灵力才堪堪稳定下来, 此时我惊喜地发现, 自己竟然突破到了神葬境, 刚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爷, 却发现他已经安详地躺在地上, 我连忙上去查看他老人家的情况, 好在爷爷并没有归系, 只是看到我突破太过激动而, 为了庆祝我达到神葬境, 爷爷决定送我一件礼物, 于是便问我想要什么, 然而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压根不了解这个世界, 又哪里知道有什么好东西, 就在这时, 我突然想起系统之前发布的千道地点, 太岳古碑, 于是便询问爷爷是否知道这个地, 谁知爷爷听后却哈哈笑了, 原来那太岳古碑就在家族的斗舞场, 是供族人检测肉身所用, 得知这个消息的我一阵无语, 没想到第二个千道点竟然离我这么紧, 少女来到太岳古碑前, 打算测试一下自己的肉身强度, 只见她运足全身的气静一掌拍出, 下一秒石碑突然光芒大盛, 随即出现四个大字, 十五万斤, 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不过很快就有人认出, 这个少女就是家族中有名的七窍玲珑星, 君玲珑, 然而在众多的惊叹声中却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发出嘲讽的便是这个叫蓝清雅的少女, 她乃是第十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 由于君玲珑曾拒绝过军杖剑的邀请, 这才导致蓝清雅处处都和她作对, 只是君玲珑一直都不想搭理她,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她, 可如此一来却让蓝清雅更加愤怒, 她当即一指点出, 打算教训一下这个装清高的壁齿, 然而指尖的灵气还没来得及聚落, 手腕却被君玲珑一把抓住,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道稚嫩的声音打破了现场的僵持, 是的, 我来迁到了, 只见我旁若无人地走到太岳古碑前, 缓缓将手放在上面, 一到达千道地, 太岳古碑, 千道成功, 小孩刚一出生就引发了天地一响, 只因她有一个神奇的千道系统, 第一次成功千道就获得了这方天地最牛批的荒谷圣体, 时隔三年, 她又一次千道成功, 系统直接奖励了她一套顶级功夫, 神像镇玉镜, 然而君逍遥对此却有些懵, 主要是因为她不清楚这功法怎么样, 就当她准备好好研究一下的时候, 一旁的蓝青雅突然喝倒, 喂, 小鬼你谁啊, 知不知道这是哪, 这可不是小鬼该来的地人, 君逍遥有些不耐烦地转过头, 我是天地公君逍遥, 你有意见吗,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难, 难道这孩子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子, 眼见四周一阵骚动, 后知后觉的蓝青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一只手突然将她按倒, 只见君灵龙跪地拜倒,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此话一出, 及其跟着跪地拜见神子, 直到此刻, 蓝青雅才反应过来, 慌忙地匍匐在地, 祈求神子原谅, 君逍遥呢呢地看着眼前的一门, 她原本以为会有人跳出来不服, 然后自己在上演一出当众打脸, 结果现实却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如此一来则是有些无趣, 她再次将注意力放在太月骨碑上, 准备测一测自己的肉身强度, 只见君逍遥缓缓闭上双眼, 脑海中尝试着运转神像郑玉镜, 随即一拳猛地轰出, 只听太月骨碑发出一阵嗡鸣, 下一命, 骨碑上缓缓出现三个子, 一万斤, 见到这一幕, 君逍遥满意地笑了, 她没想到在不调用灵气的情况下, 自己的一拳也能有这样的威力, 可就在这时, 周围的人群中却爆发出窃窃私语, 虽然一万斤对于一个三岁小孩来说已经相当不错, 可这样的成绩却配不上神子的身份, 见此情形, 君逍遥不怒反笑, 她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她二话不说直接开始运转体内的人气, 下一秒整个斗舞场都开始晃动起来, 所有人都惊恐地望着眼前的小孩, 不敢相信她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气息, 在所有人注视的目光中, 君逍遥缓缓转身, 随即朝着太月骨碑再次挥出一拳, 不过这一次骨碑上却没有出现任何蚊子, 就当众人不解之际, 却听一阵阵碎裂声突然传来, 下一秒, 整个太月骨碑纷然叹大,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就连君逍遥自己也傻, 她原本只是想小装一下, 结果一不小心就把骨碑给毁了, 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时, 骨碑的残骸中忽然飘出一缕祥瑞之气, 逐渐在空中形成几个大字, 再创万古极境, 伺天道奖励, 还不等君逍遥反应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字变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她的身体, 而这一幕也全都被老族长禁收眼底, 君逍遥还以为爷爷会惩罚自己, 连忙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谁知爷爷却根本不在意补卑备武, 反倒是对君逍遥的实力大家赞赏, 说话兼便扛起她的宝贝孙子准备访回, 可就在这时, 君逍遥突然横不挡在两人的身体, 老族长有些不愿, 不明白这小女娃是什么意思, 刚准备发怒, 却见君逍遥突然单膝跪地, 弟子君逍遥, 愿奉神子为主, 请允许我成为神子的侍子, 君逍遥见状有些发懵, 哎, 什么情况? 那个小孩年仅三岁, 血一拳将测试用的石碑轰成了渣渣, 强悍的实力瞬间引来美女的追随, 眼见君逍遥竟然要奉神子为主,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没想到这个不可一失的女人也会做出这种事, 然而此时的君逍遥却是有些疑惑, 她缓不来到君逍遥面前, 询问她为什么要追随自己, 像她这样的天之娇女一般是不会甘心屈居于人下的, 不等君逍遥回答, 身后的老族长便道出了缘由, 这一切都因为她出生在分家, 而作为分家的子弟, 无论是资源还是人脉都少的可怜, 如果君逍遥想往上爬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 如此一来神子便是她最好的选择, 君逍遥听后也不再犹豫, 当即同意了对方的情绪, 不过在此之前, 君逍遥还要答应她几个条件, 那就是要给她端茶倒水洗衣碟, 无聊的时候还要负责陪她玩, 听到这些君逍遥都傻了, 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 就在这时, 君逍遥突然凑到她的面前缓缓说道,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我就给你想要的一切资源, 此话一出, 君逍遥顿时眼前一亮, 当即表示以后都会追随神子子, 就这样, 君逍遥的代步工具, 成功从老爷爷进化成了美少子, 可如此一来却让老族长心生顾满, 毕竟举高高是他这个爷爷才有的特循, 然而君逍遥却觉得, 比起满身肌肉的老爷爷, 小姐姐的肩膀才是更好的选择, 一听这话, 老族长的小心灵瞬间遭受到了暴击, 她感觉自己已经被宝贝孙子给抛弃了, 画面一转, 蓝青雅正急匆匆地朝着后山奔跑, 作为君仗剑的追随者, 她必须要尽快将斗舞场上发生的事告诉主, 眼看着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一把剑突然拦在了她的面前, 站住, 蓝青雅你应该知道, 仗剑公子正在闭关, 这时候不能去打扰她, 剑守卫不给自己通过, 蓝青雅有些焦急, 解释自己有要事向仗剑公子禀报, 然而守卫却不屑地笑了笑, 认为她八成是闲着没事, 又跑去挑衅君陵龙, 结果惨遭打脸, 所以现在跑来找公子哭诉, 一听这话, 蓝青雅顿时就怒了, 当即就要撸起袖子跟两人干架, 可就在这时, 大帝突然一阵晃动, 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整个树林, 此人心中一礼, 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流光从山间冲天而起, 等到光芒散去, 一个红发青年的身影出现在空中, 而此人就是君家的第十序列, 君杖剑, 男人上一秒还把女人当成掌上明珠, 下一秒却对她痛下杀手, 差点一掌将她拍死,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君家的第十序列君杖剑出关, 蓝青雅一头钻进了她的怀抱, 随即可怜巴巴地开始告状, 说那两个狗腿子不让她来见公子, 眼见自己的红颜受了委屈, 君杖剑二话不说直接下令, 两个小跟班各自长嘴二十, 然后又满脸温柔地看向蓝青雅, 所以, 还有谁让你不高兴, 瞧这一脸委屈的, 还不是那个君玲珑, 蓝青雅娇称道, 您还不知道, 君玲珑追随了一个非常嚣张的小鬼, 名字好像叫君逍遥, 简直就是把您的脸念,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君杖剑突然眼神一鸣, 下一秒, 蓝青雅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还在玩自拍的两个小跟班都蒙了, 这是蛤蟆情况, 同样疑惑的还有蓝青雅, 直到此刻她都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君杖剑满脸阴沉地看向她, 你该不会在君逍遥面前, 打着我的名号大呼小叫了吧, 眼见蓝青雅依旧沉默不已, 君杖剑暗道一声糟糕, 她很清楚自己与君逍遥之间的差距, 对方不仅是上一任家主和江家神女之子, 还颇受老祖重视, 惹到这样的存在,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丢掉序列的位置, 想到此她决定亲自上门去赔罪, 另一边, 君逍遥在返回天地宫后又被族长爷爷给叫了过去, 由于她在斗舞场的表现太过逆天, 这让老族长既高兴又有些担忧, 所以想问问她今天使用的是什么招式, 又是从何处学来的, 君逍遥也没有隐瞒, 直言自己使用的乃是神像镇玉镜, 是个很厉害的招式, 练到大成可以化身太古神像, 还能召唤地狱之门, 驱使地狱妖魔为自己而战, 老族长听后十分吃惊, 没想到这招式竟然这么厉害, 不过好在这功法已经被自己孙儿掌握, 如此一来也更加稳固了她零号序列的位置, 想到这里, 她看向君逍遥笑道, 等你十岁时, 我们会为你举办一次生辰宴, 到时候, 荒谷仙玉的诸多事务全都会来赴宴, 等到那一天, 我们将向整个仙玉公开你零号序列的声音, 话音刚落, 君逍遥的耳中便传来一声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 已出发新的签到地点, 请在十岁宴上签到, 诶, 十岁宴, 君逍遥一阵无语, 也就是说还得等七年, 这时间跨度是不是也太大了, 正想着, 君玲龙突然出现在身后, 神子, 君杖剑在外求见, 君逍遥一脸疑惑地转过头, 君杖剑, 那是谁, 是蓝青雅追随的公子, 与您同族, 算是您的族兄, 听到君玲龙的话, 君逍遥更加肝大了, 因为她根本不记得谁是蓝青雅, 经过一番提醒后才知道, 原来就是斗舞场上咋咋呼呼的那个女孩, 画面一转, 当君逍遥来到门外时, 眼前的场景让她不禁瞳孔猥琐, 只见蓝青雅正虚弱地跪在不远处, 全身还绑满了荆棘, 而君杖剑则一脸淡然地站在旁边, 看到君逍遥出来她赶紧开口笑道, 听说我麾下的追随者冲撞了足地, 所以我特意带她来赴金请罪, 还望足地大人有大量, 饶了这小丫头, 听到这话, 君逍遥不禁心中冷笑, 什么赴金请罪, 这混账分明是来给我立下马威的, 这个小孩虽然只有三岁, 但其身份却让所有人都无比记得, 只因她是天地公的神子, 更是这方天地唯一的荒谷圣体, 君杖剑在得知自己的属下冲撞了神子后, 连忙带着她来赴金请罪, 然而君逍遥却早已看穿了对方的小心思, 不过是借着赴罪的理由来给自己一个下马威而已, 他不动声色地将君杖剑请进屋, 随即面色淡然地问道, 祖兄打算让他一直跪在这里吗? 君杖剑闻言呵呵一笑, 既然是赴金请罪, 如果足地饶了他, 自然就不用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 听到这话, 君逍遥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 祖兄可能误会了, 我这个人哪, 从来不计隔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名义, 说话如此不客气, 顿时被气得轻惊直冒, 不过他很快便冷静下来, 随即轻笑一声, 看来足地是对我赔罪不满意,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留着这蠢祸, 说把他背后的宝剑突然出墙, 兴直朝着蓝青雅飞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君玲珑及时出手将人给救了下来, 他看着怀中的女孩诞生问道,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杖剑公子吗? 听到这话, 蓝青雅沉默, 眼神中满是黯然之色, 另一边, 君杖剑眼见自己没得手, 兴兴地撇了撇嘴, 就在这时, 君逍遥的声音突然响起, 足兄在天地宫直接动手, 是在挑衅我吗? 说把他也不等对方开口, 直接将面前的桌子给掀翻, 君杖剑一惊, 他没想到这个小鬼说动手就动手, 然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君逍遥已经抬腿踢了过来, 此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君杖剑连忙抬手阁挡, 虽然成功接下了这一击, 但巨大的力道还是将他踢出了树杖开外, 君杖剑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不敢相信, 这一脚是他们一个三岁小孩踢出来的, 只见君逍遥一脸戏谑地看着他, 足兄, 今月天气正好, 不如咱俩切磋切磋, 也好加深兄弟感情, 怎么样, 你不会不敢应战吗? 被一个三岁小孩当面挺起, 君杖剑再也忍不了啊, 他想了想当即咬牙道, 既然足弟想要切磋, 那为兄自当奉来, 说着他拿出一块令牌继续道, 你若战胜了我, 我便将这元天至尊令送你, 当然, 若你胜不了, 最好还是为你势力的行为道得歉, 听到这话, 君逍遥确实有些懵, 他根本不知道这元天至尊令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壁旁的君灵龙突然传声给他, 小神子, 那是好东西, 既然是他自己提出的, 那你就别客气, 揍他一顿, 直接把令牌薅过来, 那令牌可能与传说中的至尊密葬有关, 至尊密葬, 一听这话, 君逍遥当即让他详细说说, 只听君灵龙继续传音道, 所谓至尊, 就是指那些站在荒谷仙域巅峰, 不朽不灭的存在, 你说这种大能留下的密葬路, 会有多少好东西呢? 听到这里君逍遥终于谎, 原来这令牌的价值这么大, 他当即搓了搓手携笑头, 足凶大气, 逍遥在此先谢过了, 这一幕看得君杖剑不禁打了个哆嗦,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堂堂地时序裂, 被家族公认的天之骄子, 却被一个三岁小孩压得喘不过气, 君杖剑彻底慌了, 他原以为神子再强, 也不过是个三岁的小鬼子, 可现在看来, 对方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 见此情形他也不打算再保留实力, 当即施展出自己的绝血, 只见他周身的灵力全部凝聚于剑身之上, 随提身形一闪遍朝着男主刺了过去, 君玲珑心中一惊, 因为他认出对方使的是紫皇剑局, 即便是在军家主脉中也属于上层攻击, 九道剑气交织成网, 能瞬间封死对手所有的逃脱路线, 这家伙使用这招显然是打算吓死神, 然而男主剑状却是黑黑一笑, 整个人不退反净, 还不等军杖剑反应, 就已经将他手中的宝剑击落, 军杖剑都懵了, 自己的最强一击就这样被轻松化解了, 就当他在这努力接受现实的时候, 男主已经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紧接着猛的一脚踢出, 下一秒, 军杖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恍惚间好像还看到自己的牙在天上飞, 直到躺下的那一刻, 他都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男主在战胜了军杖剑后, 也成功拿到了元天至尊令,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迁道地点已杀新, 行在元天至尊秘藏迁道, 男主见状不禁有些差异,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另一边, 军玲珑正在为蓝青雅包扎伤口, 建军杖剑被击败, 他对蓝青雅说道, 看见了吗, 那就是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杖剑公子, 修为算不上翘楚, 人品也不咋样, 你本来就不怎么聪明, 别再傻乎乎地被那种人忽悠, 谁知话音刚落, 蓝青雅却一把拍开他的手, 够了,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军杖剑, 军玲珑, 军逍遥, 我要你们这些姓军的全都付出代价, 说罢他转身便往外跑, 这把军玲珑看得一头雾水, 搞不懂对方怎么就突然发脾气了, 男主有些哭笑不得地看了眼这个傻女, 随即同情道, 你可真会说话, 难怪人家讨厌你, 时间一晃, 很快就过去了七年, 军家神子的生辰宴也即将开始, 各方豪族势力纷纷赶来献上鹤里, 整个天地宫都忙活起来, 所有人也都在为晚上的盛典做准备, 而此时的男主还在闭关当中, 为了不耽误晚上的庆敌, 老族长当即命员去喊他出关, 然而当两名侍从来到密室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 原来男主觉得闭关太无聊, 竟然偷偷溜出去嗨了, 与此同时, 撬关出来的男主正幸福地砍着大屏幕, 想想闭关的三年, 他每天只能吃闭骨丹, 都快吃吐了, 在他看来, 如果不能干饭, 那修行根本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赞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你说得不错, 但比起干饭, 闭关的时候十天半个月不能洗澡, 更让我讨厌, 我靠, 你怎么在这里, 男主发现说话的人竟是君灵龙, 我是凤家主之命, 前来捉拿某位窍官的神子回宫的, 听到君灵龙这么说, 男主微微一笑, 随即淡定地转过身, 不等对方反应, 他直接脚下一蹬就窜了出去, 开什么玩笑, 自己刚溜出来还没玩够呢, 怎么可能现在就回去, 一看这个小萝莉, 只因他的宠物被人弄伤了爪子, 他就要将对方的腿给打断, 就在刚刚, 男主正在躲避君灵龙的时候,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喊救命, 于是便停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一个小萝莉正在殴打一名男子, 就因为对方弄伤了他的宠物, 无论周围的人怎么劝阻, 他都要打断对方的一条腿才算完, 男主一看, 竟有人赶在自家的地盘上耍横, 当即便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只见他手中稍稍一用力, 一颗吃剩的果盒瞬间朝着小萝莉飞过去, 不过还没近身就被对方察觉到, 随即一抬手就轻松接住了果盒, 然而下一秒, 一股湿答答的触感从掌心传来, 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对, 张开手一看, 竟然是刚吃剩的果盒, 这下可把他给恶心坏了, 这一幕看得男主忍不住哈哈大笑, 同时他的声音也引起了小萝莉的注意, 立刻就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小鬼肯定就是扔骨盒的人, 只见小萝莉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从原地消失, 在出现时他已经来到男主的身旁, 男主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个小萝莉速度还挺快的, 不等对方有所动作, 他连忙后撤与只拉开距离, 眼见一击不成, 小萝莉更加愤怒, 当即提着菜刀便追了上去, 此时, 君玲龙正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面,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 对方身上佩戴的是青州江家的文士, 放任他们这样胡闹下去, 恐怕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身为神子的追随者, 他自然有责任避免这样的事发生, 可作为他个人而言, 责任什么的哪里有看戏重要, 所以还是做个安静的吃瓜群众更好, 另一边, 江家的小萝莉一直追着男主不放, 虽然此刻他已经累得不行了, 但还是不肯放弃, 男主也没想到这个小丫头会如此固执, 感觉自己好像招惹了一个大麻烦,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朵烟花, 这是十岁燕即将开始的信号, 男主知道不能再耗下去, 必须尽快赶回去才行, 于是转身看向小萝莉道, 抱歉了小姑娘, 接下来我赶时间, 不能陪你玩了, 听到这话女孩有心懵, 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却见男主突然凌空跳起, 随即身形一闪便从他面前跳了过去, 下一秒, 小萝莉只觉得眼前一花, 整个人逐渐失去知觉, 少年只是过一个十岁生日, 却惊动了整个仙玉, 各方豪族纷纷前来祝贺, 只因他是这片天地唯一的荒谷圣体, 而在所有的来宾中, 青州江家是最为特殊的存在, 因为他们世代都与天地公联姻, 此次过来的两姐妹中, 妹妹姜洛莉也早已和男主定下了娃娃金, 然而此时的姜洛莉却是一副兽气包的样子, 见他这副表情, 姐姐姜圣一便知道, 这小丫头还在因为刚才的事耿耿于怀, 就在刚刚, 当姜圣一找到妹妹的时候, 发现她正被人吊在一棵树上, 好在对方并没有什么怠意, 看样子也只是想给她一个教训而已, 然而这却让小丫头十分不爽, 一想到那个戴面具的小谷, 她发誓下次见到对方一定要剁了她, 就在这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洛莉姑娘好久不见, 近日可还好, 只见一个富家小公子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 然而江洛莉却是一脸懵逼, 抱歉, 你是哪位? 洛莉姑娘忘了吗? 在洛月秘境我们见过, 在下, 荒谷叶佳, 叶星云,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却见江洛莉有些不耐烦的板白声, 对对对, 你好你好, 再见再见, 说罢便直接走开, 江胜一见状连忙提醒她这样很没有礼貌, 可江洛莉对此也很无奈, 直言自己就是个脸毛, 根本记不住这种大众脸, 然而姐妹俩的话全都传进了叶星云的耳中, 一旁的家仆担心少爷会因此受打击, 刚准备开口劝解两句, 结果却看到她露出一副斗M的表情, 还表示被洛莉姑娘冷落的感觉也很棒, 好吧, 你高兴就好, 随着宴会厅的人数越来越多, 君战天发现此次过来的人中, 有不少都是年轻乔子, 他们分别是第十序列军杖检, 第七序列军雪皇, 第五序列军万锦, 当然也少不了江家的两位神女, 以及刚刚那个斗M叶星云, 眼见人都差不多到齐了, 君战天缓缓走上台, 随即看向众人笑道, 诸位千里迢迢前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夜, 老夫在此败谢了, 这时台下有人起哄道, 不知君家神子现在何处, 为何迟迟不肯现身呢? 此话一出, 君战天顿时满脸肝大,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臭小子跑哪去了, 所以只能想办法先拖延时间, 正想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一道流光破开屋顶从天而降, 所有人全都被这一幕给震惊了, 齐齐将目光投向台上, 然而当烟雾散去后却发现, 一个吊了锒铛的少年正悠闲地躺在那里, 而他正是此次宴会的主角, 神子君逍遥, 仅仅十岁的少年却是个情场老手, 随口撩了几句, 就把神女忽悠成了老婆, 就在刚刚, 君逍遥在最后时刻感到了自己的生辰面, 本想摆个比较帅点的姿势闪亮登场, 结果抬眼就看到爷爷那双要吃人的眼神, 好在这里是宴会现场, 诸多宾客都在, 这才让君逍遥免于一顿胖揍, 然而一旁的姜洛梨却发现有些不对劲, 他总感觉这个君家的神子好像在哪见过, 尤其是对方的发型和衣服, 思索片刻后他终于反应过来, 君逍遥就是之前那个戴面具的小鬼, 他愤怒地指着台上一声大喝, 瞬间引来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君逍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这个丫头, 心知要赶紧想办法糊弄过去才行, 于是还不懂对方开口, 他当即施展出色诱数, 结果一番搔手弄姿还真把姜洛梨看成了花痴, 什么戴面具的小鬼, 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君逍遥有些无语, 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好听, 然而只有姜圣一知道, 其实是他妹妹的老毛病流犯了, 只要看到觉得可爱的东西就会变成这副东西, 我不知情的君逍天还以为是自己孙子的撩妹技术号, 刚即一脸坏笑地拍了把君逍遥, 好小子你可以啊, 不过即便你们已经提前认识, 我还是得正式介绍一下, 逍遥啊, 这位姜家的掌上宁珠, 洛梨姑娘, 也是你的未婚妻, 此话一出, 君逍遥直接傻了, 一旁的姜洛梨也是满脸惊讶, 同样震惊的还有那个斗艾木, 此时的君逍遥有些郁闷, 不明白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这种展开, 自己都特么神子了还逃不过包办婚姻的下场, 衡量再三后, 她决定要自己掌握命运, 眼下的情况也只有让这个小姑娘讨厌自己才行, 正想着, 却见姜洛梨突然在衣兜里翻掌声, 不多时便拿出一颗通体金色的丹药交到君逍遥手中, 君逍遥有些诧异, 本能地以为是这丫头的宠妇行为, 谁知下一秒却见姜洛梨一脸期待地说道, 这是不老泉水炼制的灵丹, 快吃吧, 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 不要长大哦, 不然就不可爱了, 君逍遥一阵无语, 感觉这孩子病得不轻,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推掉婚约的想法, 就在这时, 他突然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君玲龙, 于是赶紧用手语示意对方出来救场, 只要你说我们已经私定终身, 事成之后, 价格随你开, 君玲龙大为震惊, 没想到那个一毛不拔的神子, 竟然会开出这样的条件, 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并非是不想帮忙, 只是想再多看会好戏, 君逍遥心中一阵骂娘, 可又不能当场发作, 面对周围宾客的祝贺, 他也只能强忍住怒气假意寒暄, 就在这时, 一道拍暗声突然打断现场的氛围, 只见叶欣云朗声喝道, 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听到这个声音君逍遥都快感动哭了, 这是哪位天使哥哥在说话, 刚才才刚刚十岁, 他爷爷就给他白嫖了一个老婆, 还是江家的当代神女, 然而君逍遥对此却并不感冒, 他更向往大片的森林, 又怎么会这么早就踏入坟墓呢? 恰在这时, 叶家的叶欣云突然提出反对意见, 这把君逍遥都感动哭了, 也不知道是哪位天使哥哥前来救场, 然而一旁的君战天却十分不悦, 见有人敢插手他们君家的事, 刚准备发怒, 却被君逍遥给拦了下来, 只见他缓步走到叶欣云面前一攻守,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叶欣云也毫不退缩, 当即直视着对方自爆家门, 君逍遥见状微微一笑, 叶公子可知, 自古以来, 抢轻这种事都得拿出实力才行, 说着他全身的气息隐隐开始提升, 叶欣云有些诧异, 怎么, 君家神子是想和叶某过两招吗, 君逍遥没有说话, 但看他的样子显然是默认了这个答案, 见此情形现场顿时热闹起, 全都等着看好戏上演, 就连那几名天骄也纷纷将注意力投射过来,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屋外的空地之上, 只见叶欣云率先摆开架势, 全身的灵力距与指尖, 随即脚下一蹬便朝着君逍遥冲过去, 速度之快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丝差异, 于是连忙侧过头才堪堪躲过这一击, 眼见一击未中, 叶欣云再次横扫, 但君逍遥又一次显之又显地躲过去, 他又劈, 他在躲, 就这样, 两个人来来回回过了几十招, 叶欣云都快累趴了, 都没能碰到君逍遥一下, 在外人看来, 他好像每次都只是勉强招架住了攻击, 但叶欣云心里很清楚, 自己根本就碰不到对方, 就在这时, 他无意间扫了眼场边, 发现将洛黎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这个, 见此情形, 叶欣云咬了咬牙, 心中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洛黎姑娘面前出宠, 想到此, 他体内的小宇宙陡然爆发, 周深的灵气也在这一瞬间提升数百, 这正是他压箱底的绝招, 星辰真身, 见到这一幕, 君逍遥却是露出一抹微笑, 哎, 这个好像有点意思, 随着叶欣云双掌拍出, 布满星辰的灵气瞬间便将军逍遥淹没在其中, 然而就当所有人以为战斗结束的时候, 一团金色的灵气突然出现, 眨眼间便冲破了叶欣云的星辰大海, 一团观战的人满脸惊慨, 金色灵气, 这, 这是荒谷圣体, 是天地间唯一一个荒谷圣体, 小小年纪就拥有逆天的战略, 当金色灵气出现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同时也终于明白十年前为何会出现万圣朝败的影响, 然而就当他们想见识一下圣体的力量时, 现场突然一变抖声, 只见军逍遥的金色灵气瞬间溃散, 整个人也直接被打得倒飞出去, 看样子似乎已是身受重伤, 众人全都一脸诧异地看着眼前的云, 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则是叶欣云的家母, 他心知大事不妙, 连忙上前扶起军逍遥, 同时责怪自己少爷出手太重, 然而叶欣云却是一脸懵逼, 他想解释事情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 因为刚刚在和军逍遥对峙的时候, 他分明看见对方朝自己眨了下眼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发现军逍遥突然收敛气息, 然后就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 显然这家伙就是有意为之, 可还不等叶欣云解释, 却见军逍遥突然一把抓住福果, 随即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的, 请不要苛责叶公子, 毕竟是我提出的鄙视, 叶公子修为超群绝伦, 是我败了, 说着他又看向江洛离的方向继续抖, 逍遥自制奴顿, 不敢耽误江小姐的前程, 这婚约还是解除为好, 此话一出军战天瞬间实话, 终于知道这小子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是在这等着自己, 一旁的江洛离也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他强忍着怒气走上前, 一把抱住军逍遥的胳膊笑道, 逍遥哥哥你放心, 就算你是个废柴, 洛离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听到这话, 军逍遥差点崩溃, 什么受不受伤的也不管, 吓得撒腿就跑, 就在这时, 一道不屑的声音突然打破了现场的气氛, 什么垃圾玩意, 这就是所谓的荒骨圣铁, 只见阁楼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几道声音, 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并不是人类, 一旁的军战天则是一眼就认出, 对方是太古龙族的人, 而在他们之中, 还有一道熟悉的歉意, 正是此前离开的蓝青雅, 只见为首的男子突然一脚将蓝青雅踢飞, 蓝青雅, 是在耍本大爷吗, 我可是听你说有突破枷锁的荒骨圣体, 才特地跑过来的, 丁家神子的生辰宴上却出现了太古龙族的人,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来者不善,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数月之前, 祖龙之子龙浩天成功融合了龙园, 此消息一出, 整个祖龙朝全都沸腾了, 要知道, 龙园乃是龙族至尊与落后遗留的血肉精华, 里面蕴藏着各种天赋神通与符文烙印, 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 不过普通人哪怕沾上一滴都会被称得暴体而亡, 也只有祖龙一族的血脉才有机会将其融合, 而龙浩天就是那个获得无上机缘的信任, 就在群妖举备欢庆的时候,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 哼, 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园, 便在这里沾沾自喜, 却不知隔壁军家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实在可笑, 是的, 说话的人正是蓝青雅, 为了洗刷此前在军家受到的屈辱, 他打算利用太古龙族对军家展开报复, 果不其然, 龙浩天在听到这话后也来了兴趣, 当即让他把话说清楚, 蓝青雅顺势便将君逍遥天生圣体的事说了出来, 为了一探究竟, 龙浩天这才带人来看看, 这打破家属的荒谷圣体到底有多厉害, 谁知刚来就看见君逍遥被叶星云打败, 他还以为是蓝青雅在爽自己, 戏份之余直接一脚将对方踢飞, 好在君灵龙及时出手接住了蓝青雅, 这才没让他受到更重的伤, 这时君逍遥大咧咧地走上前, 喂喂, 这位小哥, 在我老君家的地盘, 堂而皇之地殴打君家弟子, 是不是太过分了? 君家弟子? 龙浩天文言露出细血之色, 你在说什么呀? 那家伙可是我的女模, 我自然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 不过还是谦卑地承认了自己就是龙子大人的女, 见到这一幕, 君灵龙不禁露出诧异之色,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而一旁的君杖剑更是被惊出一身冷汗, 他没想到这个曾经的追随者, 竟然敢引祖龙朝的人来扰乱君家大业, 这分明就是打君家的脸, 如果追究起来, 恐怕他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届时序列身份都可能保不住, 另一边, 君逍遥在听到这声女模后, 则是不屑地掏了掏耳, 随即缓缓道, 我家老爷子说过, 我们老君家和龙族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尤其是我老爹君无悔首思龙族至尊, 将其扒皮抽筋后, 龙族就是我们老君家为死, 小哥你若想以牙还牙, 抱那一件之仇, 应当直接冲我来才对, 只会欺负女人, 用这种方法恶心君家, 着实落了下流, 看上去非但不够威风, 反而像个废物, 也难怪这些年一直被人看不起, 此话一出, 龙浩天顿时被弃得清惊直冒, 身后的两名手下也听不下去, 怒喝一声便朝着君逍遥杀过来, 死还没近身, 两道攻击就分别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直接将两人给轰了回去, 只见君逍遥的身前已多出了两道身影, 分别是第十序列军杖剑以及第七序列军雪光, 而君逍遥的眼神也在此时变得无比灵灵, 这里是君家, 容不得你们这些乡下来的泥丘撒影, 少年虽然只有十岁, 可身体中却蕴藏着毁天灭壁的圣人之力, 不过这也引起了其他势力的际遇, 就在君逍遥十岁生辰当天, 祖龙之子龙浩天便带着人上门挑衅, 想探一探这荒谷圣体是否像传说中的那般厉害, 然而两名手下还没近身, 便被君家的第十序列军杖剑和第七序列军雪光拦了下来, 只一招, 两人齐齐被打得倒飞出去, 只见君雪光不懈地冷哼一声, 我君家, 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挺心的, 听到这话, 龙浩天气得咬牙切齿, 想他堂堂祖龙之子, 何曾被如此小瞧过, 今天势必要让对方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随着他全身的气息不断攀升, 君仗剑不自觉地心中意义, 可还没等他反, 龙浩天的攻击已经来到近前, 更让他惊讶的是, 对方的气力之大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刚一个呼吸的攻击, 他就被彻底震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 一旁的君雪皇当即施展束缚, 无数的兵锥瞬间朝着龙浩天刺去, 然而龙浩天却是不屑地撇了影, 只一个闪身便轻松躲过, 瞬间来到对方面前, 君雪皇一时反应不及, 此刻再想躲避已然迟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君逍遥突然出现挡在了君雪皇身前, 直接一把抓住龙浩天的手, 全场顿时一片寂静, 谁也没看清这家伙是怎么出现在这里, 只见君逍遥神情淡漠地看着对方, 随即手中一用力就捏到了龙浩天的手怀, 巨大的力道瞬间疼得龙浩天冷汗直流, 可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君逍遥的拳头就已经砸了过来,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被揍的龙浩天不仅没有愤怒, 反而是放肆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的实力才可以自己交手, 君逍遥也知道刚刚不过是小打小放,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交锋, 于是便让君仗见他们先行退下, 一听这话, 两人顿时露出担忧之色,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一旁的君战天打断, 无妨, 让你们退下你们就退下了, 给他们腾出地走, 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宴, 就让他亲自给四方豪族住住行, 说话间, 台上就只剩下了君逍遥和龙浩天, 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凝视着彼此, 下一秒, 两人的身影同时消失,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双方在空中剧烈地碰撞在一起, 不过只一瞬间, 两人便再一次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整个场地都响起双方的打斗手, 但却很难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一旁观战的叶星云都看呆了, 因为他完全跟不上两人的速度,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与君逍遥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这时身旁的浮泊突然开口, 少爷, 不要眨眼, 好好看着, 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 而是怪物, 现在在你面前的, 就是这样的怪物, 两个超越天骄的妖孽交手, 其造成的破坏有多恐怖, 仅凭碰撞产生的余波, 就能瞬间摧毁周遭的所有数, 好在关键时刻有君战天出手, 在两人周围形成了一个结界, 这才没让众人受到波及, 而在擂台中央, 君逍遥见龙浩天越来越兴奋, 他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龙浩天咧嘴一笑, 上一辈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不容易能和人族圣体打一架, 怎能不叫人兴奋? 说着他一把扯掉身上的外套, 随即开始调动体内的龙猿之力, 只见龙浩天的气息陡然间猛增树膏, 下一秒, 他体内的灵气逐渐凝聚, 最终幻化成一条巨龙盘旋在头顶上空, 见对方这是要放大, 君逍遥也开始认真起来, 随着他手中快速结印, 无数的金色灵气迅速凝结, 一旁的君战天顿时一惊, 因为他认出了这一招, 正是君家秘传的至尊功法, 太玄精, 以太玄玉气, 凝结为刃, 化作神兵, 只见君逍遥周身的金色灵气, 一瞬间便幻化成无数飞剑,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他们早就听闻过君家的兵法局, 可亲眼见到后还是被其神威震慑当场, 然而此时的龙浩天看起来却更加兴奋, 他当即操控着巨龙朝军逍腐冲而去, 一瞬间便和无数飞剑碰撞在一起, 结果下一秒, 这条由灵气凝聚的巨龙便彻底被击溃, 与此同时, 龙浩天也被无数道飞剑淹没在其中, 一击过后, 龙浩天整个人以摇摇欲坠, 虽然没有隐恨当场, 但此时的他已无在战之力, 只见他双腿一软, 直接瘫软再跌,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巨傲, 他原以为自己在年轻一代终于无敌手, 谁知今天却被君逍遥轻松击败, 这对龙浩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见此情形, 周围的吃瓜群众纷纷奉上祝贺之词, 这让君战天也小小满足了一把自己的虚荣心, 脸上满是欣慰之色,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惊恐地瞪大双眼, 只见已经战败的龙浩天竟然想要偷袭, 而此时的君逍遥却浑然不知身后的威胁, 堂堂龙族天骄却被一个十岁少年击败,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就当君逍遥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原本战败的龙子竟突然发起偷袭, 一脚挥出, 结结实实地划过君逍遥的后背, 可让龙浩天没想到的是, 在这一击之下, 对方竟然毫发无损, 反而是他的指甲当场崩裂了, 就在龙浩天愣神之际, 君逍遥当即转身飞起一脚, 可下一秒他却愣住了, 只见被踢中的龙浩天似乎毫无痛惧, 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半, 就在这时, 他体内突然闪过一抹白光, 随即整个人的气息陡然间暴涨数倍, 见到这一幕, 旁边观战的人不禁发出一声惊疑, 他们看出这龙浩天刚刚是在催动龙园, 强行突破到了神桥镜, 只是如此一来却会让他根基不稳, 丝毫没有任何益处, 实在想不通他为何要这样做, 此时的龙浩天仿佛陷入癫狂一般, 发疯式的朝君逍遥冲过去, 君逍遥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即脚下轻轮, 打算先与其拉开距离再说, 然而当他转身看过去时, 竟发现龙浩天的身上绑满了灵气四线, 君逍遥瞬间恍然, 这家伙一定是被人操控了, 而那操控者就在这云层之上, 见此情形, 他当即释放灵气在手中形成一只长矛, 随即鼓足全身的力气猛地向天空扔出, 只见金色长矛瞬间破开云层, 直冲云霄, 可就在这时, 一道无形的力量突然将长矛定在空中, 下一秒便轰得一声彻底溃散, 这一幕看得君逍遥不禁瞪大双眼, 他没想到自己的权力一击竟会如此不堪, 就在他愣神之际, 龙浩天再一次冲过来将他扑倒, 见这家伙被人当成木偶操控却不自知, 君逍遥彻底怒了, 他当即一个头锤将对方撞飞, 谁知就在这时, 一道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已触发迁到地点, 十岁宴, 宿主是否迁到, 君逍遥差点都把这颗系统给忘了, 见此情形他立刻点下迁到, 下一命, 君逍遥只觉得身体中突然多出一股未知的力量,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七星奖励至尊骨, 至尊之骨, 三千体制中排名前三十, 持有者能够越阶使用至尊级大神通, 解锁至尊大神通, 上苍结光, 与此同时, 君逍遥身上的异变也引起全场的轰动, 我的天, 那难道是至尊骨吗? 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至尊骨的? 在看场上的君逍遥, 此时他明显感觉到实力大增, 即便是至尊敬他也有一战之力, 而当他在抬头看向天空时, 发现那云层之上有一条巨龙的身影, 凭借现在的实力, 他已经可以看出对方是龙族至尊, 很显然是想要灭杀他这个人族圣体, 却又拉不下两面亲自动手, 于是就把小辈当作傀儡, 想到此, 君逍遥二话不说当即施展上苍结光, 只见整片天空突然落下无数金光, 瞬间让躲在暗处的巨龙无所遁形,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齐齐露出震惊之似, 没想到在天空中还隐藏着龙族的至尊, 更为惊骇的是, 君家的这位神子不过是真灵敬, 却能逼得一位至尊现身, 整个荒谷仙玉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少年意外获得至尊, 实力瞬间得到飙升, 仅仅真灵敬的他, 一朝上苍截止便逼得龙族至尊不得不献出言行, 眼见计划败露, 龙族至尊只得信性冷哼道, 君家小辈勇气可嘉,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了, 话音刚落, 却听君逍遥冷笑一声, 呵呵, 到此为止, 先来君家挑事, 再用这种下作手段针对我, 现在轻飘飘地说几句话, 就想让我巴手了, 你好大的脸啊, 听到这话, 龙族至尊顿时面色一沉, 你想怎样, 只听君逍遥冷冷道, 今日我就要紫城副叶, 再次图了你这条泥球, 龙族至尊顿时暴露, 一股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在场大部分人瞬间被这股力量压得无法站立, 然而十岁的君逍遥却如同没事人一般挺立在原地, 这一幕看得龙族至尊心中意义, 他不明白这个只有真灵静的小鬼为什么能扛住自己的龙威,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君万劫突然上前, 他要让对方见识一下君家第五序列的实力, 谁知却被君战天给拦了下来, 就当他想要疑问究竟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道威严的声音, 一个小小的至尊也敢在我君家放肆, 听到这个声音龙族至尊顿感不妙, 可还不等他反应, 一道金光突然闪过, 下一秒, 他的一只龙爪便被斩落当场, 见到这一幕, 在场众人无不露出惊骇之色, 堂堂至尊就这样被轻易地斩去一臂, 可见说话之人的实力有多恐, 而出手的也不是别人, 正是君家的十八世子, 他一把抓住龙浩天的脖子将其提在半空, 龙族至尊一看连忙喝止, 君十八住手, 你敢杀他, 老祖文言不懈道, 何止是他, 你也一样, 说吧手中一用力, 直接拧断了龙浩天的脖子, 见到这一幕, 龙族至尊瞬间失去理智, 怒吼着便朝对方冲过去, 老祖见状淡定地抬起右手, 轻轻一挥,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划过夜空, 下一秒, 龙族至尊陡然间停滞在半空, 紧接着那庞大的身躯便轰然坠率, 一剑斩至尊, 所有人都无比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时老祖看向君战天, 让他把这条黑龙给烤, 用来招待在场的所有来宾, 君战天自然不敢有意义, 当即英事, 然而其余众人却是面露愁容, 很显然君家老祖这是让他们做出抉择, 如果答应吃这龙族至尊的血肉, 便是得罪了龙巢, 可不吃的话, 就是不给君家面子, 就当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君家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 想必在座诸位都知晓, 我君家十大序列, 个个都是绝世天骄, 不过在十大序列之上,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 见斩祖龙之子, 硬扛龙族至尊, 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零号序列, 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恍然, 难怪这君家神子会如此厉害, 原来他就是老祖亲定的零号序列, 然而君逍遥却对这些议论声毫不关心, 此时他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祖的方向, 感受到他的目光, 老祖有些疑惑地看过来, 结果发现这小家伙好像很在意他手中的龙仔, 见此情形, 他直接将龙浩天给丢了过去, 随即笑道, 这小子体内有尚未炼化的龙园, 你且将其取出, 自行炼化吸收, 对你大有弊意, 宴会结束之后再来见武, 说罢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君逍遥则静静地望着龙浩天的尸体, 不知在想些什么, 天上龙肉地下鱼肉, 可真要轮到吃的时候却都下不去做, 更何况吃的还是一代龙族至尊强者, 招待来宾, 但身为君家第七序列的君万杰却没把心组放在这上, 然而当他找到组长时还没等说话便被噎了过去, 你想问君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国吗,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 没有, 他的零号序列是在他刚出生时由老祖亲自指定, 这或许对你们来说不公平, 所以老祖才允许你们随时可以向逍遥发起序列争国战, 他绝不会插手, 而听完叙述的君万杰先是思考了一下, 随即便杨庄有失离开了宴会大厅, 此举也颇为被组长欣赏, 想来如果他现在在宴会上对逍遥发起序列, 那君家的脸可就丢大了, 这时只见组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便询问时下逍遥现代, 而在听闻逍遥准备去炼化龙女, 并且要一举从真灵境突破至神条进士, 深知跨境突破的威胁, 组长便立即下令马上找到君逍遥让他立刻停止的风房行, 画面一转在君家深处的高楼上, 君逍遥默默地将龙浩天的骨灰交给君逍遥, 烧了,在这里找个地方帮我离开, 您似乎对此是很不高兴的, 在你看来我确实应该高兴, 打败对立家族的后期之族, 硬抗了比自己高七八个境界的至尊威压给家族涨了脸, 这个世界的人命还真是贱了, 然而听到这里君逍遥本想着安慰逍遥, 还在表示这个世界本就是弱弱强势, 他敢来这里挑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神, 又何必解释, 可在听到君逍遥默念那这样又和野兽有什么区别, 君逍遥却微微笑了起来, 您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就不像这个世界, 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满,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上的至尊天下唯一的大人, 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突然笑出了, 心中默念不论是从生还是戏, 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由于, 天上地下三千世界, 为大人,方可逍遥, 这时伴着一股, 会气息同君逍遥体内破散, 一时间竟让君逍遥的毒瞬间放, 因为他的脑海中看到了自己不敢想象的人, 那便是长大后君逍遥, 正接受着万人敬仰会, 天地之鸣响彻整个环, 而伴着一丝丝刺痛刺激着君逍遥返回现实, 他便明白了这乃是自己的七效玲珑心窥见的未来场景, 也就是说神子他未来真的可能会成为主宰,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想到, 只见他找到了一片空地手中龙原神现而出, 荒谷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就会引发雷杞, 你先离开免得被剥挤, 记得给我找了一件新衣服, 发音刚落只见天空突然乌云密封, 而伴随着龙原在逍遥手中被缓慢打, 牺牲, 远处的众人便看到了令人惊恐的鱼, 就连刚赶到此地的组长也只能更大双了, 因为此刻雷杰已经将军逍遥的娇小身躯全部拢到其中, 天硬汉急速闪电, 傲视苍穹为我军家神子, 无时越上可触碰天荡, 十万雷杰助我不想胜去, 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扩散, 而眼尖之人看着那金色灵气便已认出定是军家神子在度光顾圣体之际, 这时只见度劫完毕的军逍遥缓慢抬头剑, 露出的真容净退去了往日的幼稚变得更加坚韧体, 望着面前那雷杰的余威似乎还不愿退死, 军逍遥手掌缓慢展开抬起, 下一秒竟然一掌拍碎了结语, 这震撼一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 纷纷感慨着大争之时, 怕是要变成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 然而此刻军逍遥却没有这么乐, 因为雷杰之力和龙原理的能量大部分都被至尊能吸收, 以至于他的实力目前距离神桥境还是差了, 眼下要想快速获得进阶只能寻求天才地宝来滋养至尊, 随即看着正好赶来的军灵龙, 便通知他宴会结束自己要离开天地宫去周游历历, 立刻去找找有什么值得去的地, 说完便转身向着老祖住所走去, 于此时在祖龙朝内, 无上至尊正对着虚无愤怒咆哮, 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这时只见身旁之人发出无奈之音, 君十八世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太难了, 但同时又有人提议, 既然他敢诛杀我们祖龙朝龙子和龙族至尊, 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列呢, 想来那君家神子也快到了出门历练的年纪, 画面一转君家神子十岁宴结束之间, 刚坐上飞行器离开夜少爷便被管家询问此行收获如何, 君家神子身怀荒谷圣体以及至尊谷两种超觉体质, 修为更是远胜于我, 而他却没有因此需要甚至对我以礼相待,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这时管家看着略显随废的少爷还以为他到心被崩崩, 直到听着他接下来的叙述这才放心想, 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石, 但有些东西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 谁又能预料到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呢, 那么如果隔了十八倍亲又不是一种身体, 正如君家第十八倍老祖的, 看着吸收完龙园身体发生对变的孙子时越看越爱, 随即便突发奇想询问君逍遥, 如果多年后你成为了天帝该当如何, 如果我成了天帝定当镇压敌人维护世界和平, 但如此循规蹈矩每个天帝都尚且如此是不是太无聊, 这时看着老祖略显疑或者目光, 一阵虎狼之词直接从君逍遥的口红标注, 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镇骨朔镜超越所有人想象的心事, 一个有手机有网,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尽情享受在宇宙中自由飞翔的快乐, 说到前面还好, 后面莫须有的话直接给老祖听懵逼了, 但已经知道孙子有远大抱负, 心里没想到, 来到君逍遥身边便询问他可想学习路先见诀, 就是宁易见斩杀幽龙至尊的见诀, 见乃百兵之君, 光谷仙玉的剑爵好如烟海, 而为猎其巅峰的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爵, 我君家的陆仙剑爵正是其中之一, 可因为他威力强横想要学会已是难上加难, 以至于如此这陆仙剑爵才不对古同俗人开悟, 免得他们浪费几十年的光阴, 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险, 这剑爵就当是我赠予你的底, 话音刚落就当君逍遥兴奋的锦王对老祖行李时, 又被老祖一盆冷水浇了管, 虽然答应了你学完第一试就可以出门闯荡, 但你要记得从今往后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老头子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再出手帮你, 画面来到数日后的君家仓库外, 此刻吓人们正对着仓库内的人连连称赞, 不愧是神子身边的侍女, 我们大半年的工作量玲珑小姐几天就干完了真实力, 然而此时在里面的君玲珑却没时间理会外面的追捕手, 因为在整理清单时他发现了一籽书信, 玲珑无有敬起, 家父重疾在身无力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印, 君家贵为荒谷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只要一朱以救我国之君亿万名人, 朱雀国愿以国相报, 看到这里君玲珑便响起了儿时的那道歉, 很明显这书信根本不是写给神子的事, 就在这时一阵无形威压突然将君家全部裸了, 随即转头查看即, 目光所致威压来源正是神子君逍遥闭关的地方, 先见诀现实以来无数强者为官, 族长本以为是老祖出事, 可明眼人却看出了这套剑诀招式还尚不成熟, 定时内仅用了三个月就将陆仙剑诀学会的妖孽制造, 此刻在君家祖地内, 君家第十八代老祖正目瞪口呆的盯着远程在里, 只见烟雾散去一道话里便传入, 老祖,我这是仙云可算何够, 这戏谑的一幕不禁让老祖突然发出哈哈大声, 老夫当年参悟这是仙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没想到你小子哈哈, 紧接着直接怒拍胸膛, 欣赏宠溺地看着子孙君逍遥大声发出豪言壮误, 去吧, 是时候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 画面一转君逍遥便已离开了君家祖, 闭关三个月吸收着空气中自由的位置, 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闭关前托付小银子找的闭关不知道哪方面, 而当他刚想去找爷爷慈行却发现爷爷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爷爷直接还了他一个白衣, 别看了你这臭小子, 搞出这么大动静我身为君家祖长能不来看了吗, 之后再听说君逍遥已经学会了陆仙剑决第一事, 发出感慨的同时也很难, 你这臭小子同小在我身边找他, 我怎么没发现你身上还藏有一块至尊的, 而听着爷爷的问题君逍遥自然不能承认自己有千道戏的事, 所以便敷衍爷爷爷你这个大孙子是个宝藏男孩,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话音刚落爷爷也没想听他的平嘴突然正经起, 表示你身上因为有两种顶级体质, 所以修炼也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在你出生时出现万圣朝败, 其中还隐藏着尚未觉醒的意象需要你自己领悟开启, 但我却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种圣体质, 这时看着突然迈起关子的意义, 君逍遥便紧忙对爷爷发起了曾经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逗得爷爷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 询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盘武神朝, 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底尖事, 虽然他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 但武军家同样也出过七天大, 而这个盘武大帝身上就存在荒谷圣体, 传闻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林可能和他有关, 但那秘境似乎是不对外开放, 不过如果你非要进去, 爷爷为了你的前路强闯一下也不是不可, 这戏谑一幕不禁让军逍遥发出感叹, 老军家这股霸道劲还真是一脉相传啊, 随即便承诺爷爷不用担心, 等出去历练有机会一定会去盘武神朝一探究竟, 可就在爷孙俩结束对话没多久系统的声音便传了说, 可悲催的是系统显示的千道地点天元至尊力道和盘武, 都是军逍遥一时刚会取不上的, 这时随着逍遥眼神突然爆发, 目光所至只见一个窑桃身姿正立于竹亭内安静了, 哟,你该不会是在等我, 我是您的侍徒, 理应在此等我, 而军灵龙如此恭维地回话听着军逍遥眼神温身发展, 表示你可别这样我身的荒有事, 直接说, 这时只见军灵龙递过来一套竹简座后, 竟突然对着军逍遥跪了下去, 而逍遥本想赤则她不要随便这么唐突的想, 但看着竹简索性便决定先查看一番, 随即一个朱雀古国的地名和一朱不死药便映入了影, 令逍遥惊喜的是在答应了军灵龙的请求, 没想到还意外激活了系统签到朱雀古国皇宫的任务, 对国王身患重病命在旦夕, 唯有求得不死药才能摆脱死亡重获新盛, 而看着皇女为此整日烦忧, 国王本想放弃生命让皇女解脱, 不料就在今天不死药终于有了眉目, 这时在听完侍女通报, 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天殿等候, 气得朱雀国王气血瞬间上涌差点没嘎过去, 见状皇女败玉儿紧忙安抚父王切勿动力, 表示自己有办法应付她您就放心吧, 不久后画面来到大殿中, 看着正对自己恭敬行礼的败玉儿, 青龙古国大皇子肖臣不由地发出一声叹息, 你我之间又何须这般客气, 几日不见你又憔悴了不少了, 说完还不忘将此行的目的表明, 让他尽管放心, 等到两人大婚之日, 青龙古国定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务, 话音刚落就父心切的败玉儿也只能假装微笑回忆, 内心只希望他到时候别反悔就行, 直到送别肖臣后败玉儿的贴身侍女也是没忍住开始, 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王一起探寻逆境中的, 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还真是不要忍住, 听到这里败玉儿怕隔墙游而紧忙让阿珠闭上了, 但同时他也明白如果联姻成功, 朱雀古国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这份基业也迟早会被青龙古国吞掉, 而就在他为此惆怅不已时, 一道通报声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报告殿下, 君家, 君家终于回信了, 见状败玉儿紧忙打开了欲解, 上面君玲龙的字迹让他瞬间大喜不忘, 太好了父王有救了, 画面来到君家天地宫内, 此刻君逍遥正盯着面前发呆, 选择困难正在他身上被展现的淋漓之指, 惹得老婆婆忍不住对君玲龙开始打击, 小姐, 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呀, 以神子的身份理应成做九龙玉女, 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 这时只见君逍遥突然来到君玲龙身边, 询问他那个叫拜玉儿的说求得不死要愿意以国相报, 是指臣服于我,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势力吗? 话音刚落在君玲龙说了肯定的回复, 也解释了其实君家每一位序列身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事, 就连帝时序列君杖剑背后也有听令于他的古剑宗, 朱雀古博近年来虽国力衰弱, 但那皇女拜玉儿却身怀朱雀神火也算是一代添交,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咧嘴一笑, 讨讽君玲龙你不会只是在为你的小姐妹求情吗? 这是一项面无表情的君玲龙竟直接换了副嘴脸开始装口, 表示玲龙奇感, 玲龙对神子绝对一心一意,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坑骗神子的不死药? 行了你别演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人, 不过我确实也不想把什么属雀之辈都收入归险, 朱雀古博配不配这株不死药还需要亲眼验证一下, 而听着君逍遥耐异于常人的想法, 君玲龙正感慨着自己当初冒险认主简直太伟大了, 却突然又被君逍遥的奇葩行为弄得一阵无语, 只见君逍遥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 竟然选择了一只羊驼为坐骑飞要骑着他去出去了, 啊呸,咋的我不配吗? 被弃族人勾结外族为霍军家, 按照族规理应将四肢定在墓桩上, 用阳光暴晒直至干枯死, 和处置者君逍遥却大声一回, 扬言自己未来可是天下的大力, 让君玲龙拿出纸笔, 寄下出山前来自君天地语录的第一条, 那便是不叫而杀位之虐语, 不久后在君家地牢中, 听着牢门开起声, 蓝青雅显然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请求, 给我个痛快吧, 然而君玲龙却根本没理他的话, 只是宣告着神子对他下达的态, 蓝青雅你勾结外族为霍军家, 神子罚你常跪在天地宫外一年私物, 一年后恩怨自清你将被逐出军家, 若你仍旧心怀怨恨可以随时向神子发起平衡, 但若你仍不思悔改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军家, 那么神子将会踏凭你所勾结的任何事, 然后亲手杀了你, 与此同时听闻此事后爷爷正为君逍遥的心软担忧, 但族中长老却发表了不同意见, 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 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往方, 但这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万云结果, 画面来到几日后的朱雀虎皇宫妹, 看着只有君玲龙竞争的如鱼而止, 起初望外的玉儿殿下激动的连连表示, 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 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可话音刚落君玲龙便一盆冷水浇在了他头上, 表示麒麟不死要有事有但却不在他手上, 我的主君说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值不值得他拿出不死, 所以才没有一起过来, 这时听到君玲龙的描述让玉儿殿下忍不住发出感慨, 天哪, 你的主君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妖孽, 此话一出想起神子平时的样子顿时惹的君玲龙恐笑一声, 表示这个只能等见面你就知道, 此时在皇城内的一个酒楼中, 看着酒水已经全部上齐君逍遥忍不住发出一阵感慨, 这就是好酒,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吵闹的家伙那就更好了, 我要的是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 你就拿这些垃圾打发我们, 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喝水塞了一颗, 一怒之下就想要了电小二的, 看着因疼痛流泪却一声不吭的电小二, 令男人更加心生怨恨发出邪魅一心, 又要捏断脖子时却被一人突然拦下了洞子, 怎么, 朱确实也想来扫兄弟们的心, 不, 我只是觉得青龙屎不必为了这种浮入流的小丝动力, 如果这家酒楼不行我给您换一家更好, 就是, 确实只见青龙屎就像扔垃圾一样把电小二甩在了地上, 表示这一次就看在朱确实的面子上扰女子, 说完便潇洒转身离开了酒,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已被君逍遥禁收眼底, 可令他意外的是朱确实竟然亲切地握住了电小二的手, 交给了他数枚钱币的同事, 还安慰他这些钱你先拿着, 再忍忍一切都会过去, 这奇怪的一幕顿时惹得君逍遥好奇心飞起, 随即紧忙抓住了另外一名电小二上菜的见习, 询问刚刚那些人是什么人, 在朱雀皇都都这么嚣张你们国主不管, 随后听着电小二的叙述方才得知, 原来朱雀国主前些年和青龙国主携手探寻历解, 结果不幸被蛇魔所伤身中剧毒下不来床, 唯有麒麟不死药方可医治, 恰巧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 但条件就是要和朱雀皇女为姻, 而刚刚那些人正是前来联姻的青龙古博大皇子手下来,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笑了笑, 广之内不死千金难据, 你们真的认为青龙古博会舍吗? 然而电小二却没想关心这些, 此刻他只知道皇女都在忍受屈辱, 他们自然也亦不容辞, 而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电小二显然已经明白了他就是个外人, 紧忙表示朱雀皇女在他们眼里就是信仰的存在, 因为皇女身怀朱雀神火,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所以皇女殿下就是我们朱雀国子民信仰的象征, 听到这里君逍遥大致已经了解了目前朱雀古博的情况, 随即不久后他便来到了皇女寝宫处, 这时在两名守卫模样发现他的遗产, 当准备动手发出雷霆一吼,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微微一笑, 下一秒其身体就已经越过了二人数十米远, 见此情形两人也明白此等高手不是他们能对付, 随即紧忙大声呼叫了敬畏军前来帮忙, 来者何人, 抱上信仰, 皇周军家, 君逍遥, 话音刚落只见先前那两人直接懵逼, 但还是抵制住了恐惧表示即使你是君家贵人也不能擅闯皇女起功, 这不屈不挠的精神顿时让君逍遥对于朱雀国的评价又增添了几个, 这时伴着朱雀皇女急匆匆地打, 下一秒一张惊恐的脸便映入了众人的眼, 完蛋了, 察觉到气息就立刻赶过来, 结果还是没赶上, 一旦皇族圣语受外人几, 却在武林面前向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当众下,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才让男人给了他一盏茶的功夫成就, 就在当当朱雀国玉儿殿下想着闺蜜君玲珑的介绍, 我家公子虽然年少但性格怪比, 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而高看, 我若开口只会徒增他的反感, 因此想要从他手里得到不死药只能靠着自己争取, 然而如今的情况却让玉儿殿下让汗直流, 因为君逍遥不请自来的缘, 当他得到消息前来迎接, 皇宫侍卫已经把君逍遥团团围组, 吓得玉儿殿下紧盲拱其手, 以千金之躯当众向着君逍遥赔罪, 可君逍遥却毫不理解, 表示想必你就是朱雀骨头的皇宫,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人, 可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手下, 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道理, 说完君逍遥就要转身离开, 不料玉儿殿下竟直接跪了下, 公子留步, 冒犯之处请公子赐了, 只求公子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话音刚来只见君逍遥回头的同时, 手掌灵光闪烁间, 竟直接隔空设物把玉儿扶了起, 一个只想君玲龙便出现在了身旁, 坐在椅子上这才把话放下, 你一个皇女当众下跪成何体, 既然如此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一盏茶的功夫看你如何说服我了解, 这时只见玉儿先是咽了口破, 随后快速整理语言表示火舟欲广三千里, 帝大物伯服员辽阔皆为朱雀谷伯将统, 公子若愿赐不死要一株就佛主信任, 这亿万子民包括皇族在内愿为民安前马后万子, 然而这一戏话换来的却是君逍遥的轻蔑一项, 我君家所住的黄州光是土地就比这里大白, 更何况黄州旁边的稻州也在君家的城市之中, 何须你这一个小小伙周为我所, 听到这里玉儿下意识地捏了下手, 表示如果公子怨赐不死, 自己可以奉公子为主, 一生为奴为婢,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一阵子, 可君逍遥却笑出了声, 看到我身后的小林子, 此人纵横江湖二十三年, 端茶道水洗衣蝶被杀人放火猫才害命样样惊痛, 他就是我的侍女你认为你能娶人的, 你们这些小姑娘不要以为出卖自己身体就能够得利益, 给你纸条明路吧, 这个国家的子民似乎都很尊敬你这个皇族, 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值得他们尊敬, 如果朱雀皇族是一个连子民都保护不了的废所, 我又凭什么将珍贵的不死药浪费在你们身上, 三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 到那时如果还不能让我改变主义, 那就说明不死要和你们无缘,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路上看着一言不发的君玲珑, 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随即便率先打破僵局询问她是否是在怪自己为难她的小姐, 玲珑岂敢违背您的意思, 只不过玲珑记得自己好像没有杀人放火, 更没有过谋财害命的, 是你们称作君妖子, 可实际上却不尽女色是个不折不扣的钢铁神, 浑穿到这个世界自带神机系统, 堪称同龄人无敌的存在甚至可以越级挑战修仙大王, 以至于来到朱雀古婆迁到成功, 系统奖励了古代圣兵凤鸣奇山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 所以我不仅要学会弹琴还要学跳舞, 有机会的话还想当铁匠和木匠, 然后想办法搞出来计算机开发电子游戏, 此话一出顿时又惹的君灵龙一脑袋问候, 而看着懵逼的君灵龙, 君逍遥也没有在意他只是笑着闹事, 现在表现出来的要更加张扬, 话音刚落只见一位伯婆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来人正是照顾君灵龙起居的花朴, 小姐就在刚刚你的那位朋友, 带着修书去找青龙古博的大皇子, 我看,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 走走走快一起去看看戏, 时间线回到几个小时期, 此刻玉儿殿下正握着并为国王的首框, 我决心,我不知道那样做对吧, 贸然行动的话很可能会给朱雀国带来王博之威, 然而听着女儿的话老国王却没在意那么多, 还特意为他打了一记相亲针, 若你真的想做那就去做宝卫复兴, 只要神火不灭, 朱雀就不会亡, 而在两人谈完话后玉儿很快便只身来到了青龙古博使者住所, 此刻青龙古博大皇子正一脸阴霾地听着玉儿说话, 修书我已带来即日起朱雀古博和青龙古博解除联姻, 还请殿下即刻返程数不远送, 你是在羞辱我吗, 这时听着大皇子愤怒的话玉儿直接来了个反将军, 表示事实好像是你一直在羞辱我甚至羞辱整个朱雀古博吧, 表面上说得很好要以不死药为聘你和我成亲, 婚期却定在了三年后, 可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 你手下天天折辱我朱雀子民你有管过吗, 如果你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底线, 这时被修书砸脸的大皇子进不怒方向, 挺运气啊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的, 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闯入了你的起宫, 而后又大摇大摆从正门离台, 应该是你的小情人吧, 如此的你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玩物了, 用身体交换不死也要自甘下跡, 确实没资格入我们青龙古博的国门, 这时就在两人队之间, 隐身在暗处的君逍遥听着二人对话差点笑出了声, 随即果然在他期待目光下玉儿殿下便开始了反击, 原来我只是觉得你有点斯文败类, 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很可怜, 一个只能靠意想和侮辱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责, 作为一个男人不是应该很可悲吗, 话音刚落只见气急败坏的大皇子向后蓄力紧, 下一秒直接大手一挥, 对着玉儿殿下的胸口就是一枕, 强大的力量连足让玉儿向后飞行了数据这次停了响, 而当大皇子看到玉儿选择不反抗内心便已经开始后, 紧接着伴随君逍遥看戏的目光线, 只见一道露出邪笑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影响, 却却不活最受尊敬的圣女公主殿下, 却卸下所有防备正面承受了男人的权力一击, 可那明显纯受后会让自己内脏粉碎的力量, 却被女孩周身散发出的火焰全部洗手, 我受你这一掌两国的勤奋就此结清, 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 话音刚落愤怒的大皇子大吼出败玉儿名字的名识, 手中灵力闪烁便对着败玉儿再次打去, 当玉儿做出防御姿态正准备迎接攻击时, 但你遇到报价神传者, 烟雾散去令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大皇子的攻击竟然被单手挡, 我喜欢你的回答,你说服我了,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玉儿殿下兴奋不已, 然而大皇子却一脸问号只是询问着的是谁, 我就是你口中玉儿的小情人, 心不惊喜意不意外, 他瞄得你们这对狗男女, 苍龙破天拳, 不好意思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心, 这时随着君逍遥一季节龙手正面击中了大皇子, 凤苦的嚎叫声瞬间传遍了准处后果, 大家都没想到堂堂青龙谷国大皇子, 兴贵被一招秒杀毫无管手之力, 震惊之于拜悦而急忙把头转向身, 询问君玲龙公子现在是什么修为, 萧辰也算是四项古国名声显赫的天教, 竟如此轻易被击败, 公子目前是神桥庆后期, 是超出你们俩整整两个大镜子, 而且公子今年只有十岁, 虽然他看上去挺大致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 萧辰将外套抛向空中的同时, 周身雷光不断伸出, 气息竟在短短几秒间开始暴增, 龙气加深, 看来你有点机缘在身上, 而听着君逍遥戏谑的言语让萧辰更加怒上加怒, 挥出绝学青龙天作应就要君逍遥给他跪下, 听你也配让我跪下, 说完手掌瞬间金光汇聚, 下一秒在真龙困天树被喊出来的同时, 便看到了金龙遗, 完爆了萧辰的攻击并直接对着他本体歇来, 随即根本由不得萧辰做出任何损, 最终性能, 击败他的金龙再导了回事, 男人这才后知后终, 面前之人是他一辈子都不可愉悦的公共, 可看着君逍遥蔑蔑蔑视的眼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最后的执念被彻底击缺, 然而君逍遥看到萧辰还想收死一步, 眼神微眯皱了皱眉间, 下一秒手掌向下挥舞的一刹, 无数道见面便以崔扑拉朽之事来到了萧辰申请, 手指微屈就要将其当场射杀, 却被玉儿殿下大叫阻止了攻击, 这一幕不仅惹得君逍遥极为不熟, 就连萧辰也感到不可思议那么败玉儿难道是要救,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他要是死在朱雀皇宫可能会有点, 能扔出去再打吗, 话音刚落在萧辰的怒骂声传出的语言, 却逗得君逍遥笑出了声, 随即只见君逍遥手掌内灵光突然失, 紧接着萧辰便被禁度提到了半空中, 反观萧辰即使认出了此招乃是隔空事物, 但他却还是无能为力只能沦为鱼肉, 这时只变君逍遥手掌突然紧, 向后扯力的瞬间, 一道青色龙魂便被他从萧辰体内转了, 这就是你以为傲的人性, 杭州军家君逍遥, 记住这个名,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父亲, 说完全封便向着远处大力挥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就这样像被扔垃圾一样甩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皇女败玉儿脸都要绿了, 再次提取了出, 突然将其推入进了败玉儿身体, 青龙行怒你行火, 以目生火, 这龙气能助你突破真灵进你收下来, 听到这里败玉儿本想磕头道歉, 无料却被君逍遥阻止表示先别急着谢我, 带我去见你父亲之后再谢也不知, 说完便在败玉儿欣喜雀悦的引领下向着皇宫内院走去, 号称国服第一审议, 如今却没头紧损, 给国王下达了死亡诏书, 原来国主身患不治之症, 即便是华陀在世也必将回天坊, 这时伴着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皇女拜玉儿竟真的将国王为一生的希望带了我, 国主拖着游镜灯窟的身躯, 起身咳嗽几下后这才看清了玉儿殿下身后那道身影, 听着玉儿的介绍来人正是君家的神子君逍遥, 而国主怎么也没想到, 来救他的会是前段时间硬抗幽龙至尊的君家零号序言, 所以他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拖着病体就要向君逍遥请安心, 不料却被君逍遥挽延回局, 国主不必如此, 省去那些繁文辱节, 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所以我会信守承诺, 赠予阁下一株不死掉, 这时看着在整个荒谷仙玉都找不出几株的麒麟不死, 君逍遥一出手便是四株, 直接让国主再次刷新了自己对荒谷世家的理议认知, 但君逍遥却把丑话说在了前方, 要是如果国主接受了不死掉, 那么从此以后朱雀谷博便将臣服于武君逍遥,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 听到这里国主明显对君逍遥说的话震惊了一下, 随即脑海中快速旋转, 最后目光看到了皇女拜玉尔点头的几公子, 便毫不犹豫地双膝跪, 向着君逍遥行跪拜大力, 至此在神子君逍遥走出宗能口, 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附属国就这样宣布归位了, 寒风刺骨凄凉惨淡, 画面的另一端刚被君逍遥击败的青龙谷国大皇子, 走在大街上正接受着百姓们嘲讽和谩骂, 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以至于走到了荒郊野外, 他终于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冲动, 对着面前的大树开始无差别打击, 肆意地宣泄着情绪, 直到大树被封地倒在了地上, 羞愤的哭声刚要传出, 这时脑海中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我青龙谷国的后人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呢, 这时就在萧尘四处张望寻找声音来源时, 位于脖子上的项链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便席卷了大地, 带到气息散去, 一道掌有龙脚的巍额身影便映入了眼睛, 怎么, 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吗? 在青龙谷国大皇子, 竟被一个老头当街训斥, 然而当他探亲来人长相后却不怒放下, 原来项链中出现的人正是家里庭院中央摆放的雕像谷子, 青龙谷国的泰国老祖青龙上人, 变出祖先后肖臣紧忙复身行灵, 随即听着老祖对他刚刚举动的不满话语, 一时间投血上涌的他进口出狂言反过来质问老祖, 宁可是半只脚踏入至尊的强者, 看到君逍遥如此放肆您为何不出手将其当场震杀呢? 听到这里青龙老祖虽然内心不满, 但还是对着面前这位家族未来继承者耐心解释起, 先不说老夫如今的实力已经不足巅峰期的十分之一, 光是那君逍遥君家神子灵号序列的身份就不是我们青龙谷国可以招认, 就在不久前君家老祖刚出手斩杀了和我同境界的幽龙至尊, 君家代代都出疯子, 若是听了你的话对他出事, 不出半日青龙谷国就会被君家一为平定, 这时看着一脸为废的肖臣, 老祖微微一笑称赞肖臣乃是青龙谷国的气韵之子, 老夫自然不会袖手皇冠, 青天化龙不破不立, 老夫今日便把青龙化天爵传授给你, 只要将其修炼大成, 君逍遥今日给你的修辱你一定可以摆被奉了, 数月后画面来到朱雀皇宫内院, 看着面前正盘坐修炼的君逍遥, 盖玉儿忍不住发出惊叹, 感慨神子短短数月境界就已经来到了神桥境大圆满, 这修炼速度还真是让人叹息极度, 然而君灵龙却没这么醒, 可能只有他才知道这种修炼速度对于君逍遥已经算是慢了,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路线剑绝上, 不久后伴着君逍遥双眼威争, 君灵龙殿开始固入正体, 刚刚收到君家传信, 是杖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的脑海中先是一堆问号, 慢慢掠了, 紧接着一个长有浓黑眉毛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脑海中, 而看着君逍遥点了下头, 君灵龙这才敢将密令打开查看, 神子静起, 南原道州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当为原天至尊密藏出世, 特此告知, 杖剑静上, 听着信中那过分尊敬的语气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阵空, 直到听了君灵龙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蓝青雅的事, 君杖剑才领了君逍遥一份人情这才恍然大悟, 那么既然这样足兄的好意我便收下, 说完又把目光看向拜玉儿询问其父亲状态, 回公子, 父王吃了不死药后身体已流大碍, 现在正借助着不死药的药效尝试突破圣经, 听到这里君逍遥也没强迫拜玉儿一起跟随他去南渊岛中, 只是嘱咐了玉儿他走以后若有事随时传信给灵龙, 我君逍遥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欺负, 三千道州昆中, 又被称为地狱平级流寇红席, 妖兽掠天的仪器之力, 少年初登这片荒芜之地, 漫天飞兽吹响的衣剑, 目光扫尸的一瞬间突然开始聚焦, 手体向后蓄力剑, 一股蓝色能量自手掌处筷子会去, 下一秒青天四龙首五个字便被肖禅喊字, 带头落地之时, 妖兽已被一分为二生机全无, 不错, 能在短短数月就将青天化龙爵修炼到第四处,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 无愧是我青龙谷国的伯运之子, 听到夸赞肖禅本想表达谦逊败谢老祖汇责, 不料却被一阵猛提声突然打破, 嘿嘿, 每人往哪跑, 在昆州范围内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的追击, 此刻不远处肖辰已然也听到了盗贼的自爆名号, 并且经过老祖判断他们的头领实力已经达到了归意境, 而这一境界正是突破神桥境后的下一个大境界, 不明白此人已有如此实力为何做, 让肖辰对着头领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但在场的所有人可能都晓得, 劫匪此刻追逐的美人如果不是无法奉用修额, 他们的人头或许早已分架, 美人, 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 话音刚落一道身影红天而降, 笔直地落在了头领的正前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未知一几, 然而当肖辰露出那副乳秀未干的面容之后, 这才惹得劫匪们开始哈哈大笑,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管我们魔狼帮的事, 实相地赶紧滚否则, 然而还没等头领的话说完, 肖辰的拳头已然来到了他面前, 根本没看清肖辰是什么时候动手, 那头领便被一拳轰飞倒在地上不知死, 剑状剩下的匪徒本想群起而攻之, 而随着青天化龙爵的再次事情, 仅仅是一个罩目, 周身五米开外便以视横便也气息全无, 一套动作下来肖辰这才注意到了身后之, 可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抱不平就他, 薄杀之后藏着的竟是一张世间罕见的绝世龙女, 总就没本想一走两只, 却被藏在身体中的老祖一语惊喜, 听说了此女竟然可以瞒得过至尊强者的探战, 身上必有重保护体身份感定尊贵, 因此萧辰便立刻修正了态度, 并邀请女孩剩下的路一起同行以保护她的安全, 因为萧辰刚刚才继承了老祖的绝世神, 一路上遇到妖兽根本用不上女孩动手, 这也让女孩慢慢接受了这个意外遇到的, 夜晚十分寂静无声, 只有一丝丝火焰燃烧的声响围绕在两人身边, 伴随着萧辰把刚讨好的鸡头地点, 喉沙摘下, 当女孩露出真容的一瞬间, 那一抹果光映衬着的绝世容颜不禁让萧辰脸色骤然变化, 这尴尬一幕也惹得女孩无嘴抠心, 等萧辰反应过来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只是想起了那复兴的未婚妻没有别的意思情谅解, 而随着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几个时辰之后, 只见女孩突然愤怒启示, 那家世就是要替萧辰去找她口中所谓的世家公子报道, 随即听着萧辰的委婉拒绝更是怒口中哨, 下一秒一道令萧辰欢喜的话便传进了一口, 萧辰你记住不管那世家子弟是谁我都无死, 如果让我知道那家伙还敢继续仗势气人, 我五明月定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后, 听到这里萧辰表面上还在劝五明月萧萧气实则内心早就乐开了, 暗自窃喜这下有盘武神朝的长公主相助, 君逍遥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另外一边只见君逍遥一个喷嚏突然打了出来, 她喵的是谁在暗地里骂我真是佛, 这事伴着君玲龙的小口微开, 可看九龙遇远飞车之外, 一座庞大宏伟的岛屿便映入了眼, 四只神鹿齐鸣狂风骤起, 君家的先前部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准, 脚步青台君逍遥缓慢走下了将军,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这时君逍遥显然也认出了为首之人就是和他曾有些过节的君家帝时序列军杖剑, 但他却像四不计的两人的恩怨一样让几人伏毙多了, 都是君家子弟不要太过深的, 见此情形军杖剑的眼泪都快下了, 逍遥也明白了此人的身份定然是在倒计天宗宗主之声, 随即也不敢怠慢连忙回问, 老道早已为神子安排好了诸所这边请, 此言之不仅让六十岁大叔都记得, 恨自己不是女儿身否则定要给他生同, 还让一群美女为他心脏骤体, 心生爱意陶克也要看开你, 他就是被地球人称为君妖子的军家神子君逍遥, 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领悟身后那些生命, 从军杖剑的口中得知这次军家前来探查天元至尊逆藏的还有君万杰, 而那被称为军家第五序列拥有雷杰战体的独凶, 也正是对君逍遥零号序列身份最肯定的, 与此同时在倒计天宗的一间客房, 君万杰正盘膝打坐运行工, 只见其周身雷光闪烁却伤不了他分头, 就在雷影即将炸裂的一瞬间双眼突然睁开, 原来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前来汇报情况, 而听说了君逍遥也来到了倒计天宗, 君万杰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军杖剑填钩恶心, 剑状黑土连忙附和着表示一个出出茅庐的想法, 和大人的相对, 没有谁生来便利一高高在上, 看着吧, 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 另外一边位于龙州的祖龙朝, 只见一道娇小身影正向一处悬崖边, 再来到边缘的遗产, 一道庞大巍峨的龙影便忽然自始龙动发了, 然而小女孩见到青龙不仅没害怕, 原来小女孩正是苍龙谷皇之后龙女龙碧池, 面前的青龙就是她的老祖, 此次将龙碧池叫来的目的就是要他前去天元至尊密藏, 夺回府内丢失的原谷龙女, 并且还特意嘱咐了一定要注意君逍遥, 然而龙碧池听到这里却丝毫没把君逍遥放走, 惹得老祖不免发出一声叹息刚要出言训斥, 可龙碧池根本没给老祖击他, 行李告别后便转身离开了原谷, 画面转到另一面, 同样因为老祖的灵魂附身存在, 青龙谷国大皇子萧辰也得知了天元至尊密藏的消息, 夺取远古龙谷自然也成了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随即他便没有犹豫, 再和明月公主告别之后, 便静止地朝着道起天宗飞去, 就在旗上飞鸟, 又突然回头叫住了明月, 终有一日我会亲自去盘武神陶娶你, 我萧辰说话算死, 绝不失言, 说完便潇洒转身向着远途及时而去, 可五明月听完后面色微服间又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这小子不说什么, 我们之间终究是不和, 他还一听到现在已经打了个板的哈起, 等待逆境开启让他不敢入睡连茶叶都要喝光, 百无聊赖之际性格是女提醒才毛色顿开, 公子不是要学琴吗, 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再不如向他讨教一些, 听到这里君逍遥紧忙将目光转向了足媚君雪皇身上, 见状雪皇也表达了自己的确精通些琴, 但相比于线武情宗的娇女们还是不值得一提, 话音刚落没想到那平时高高在上的君家神, 竟直接来到了雪皇身边露出一副讨好逆人的神情, 以至于让众人都忍不住开始唤醒, 难道神子平时是个斗逼, 只有战斗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 然而君灵龙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当下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桌子上即将被喝光的茶水上, 不久后画面来到街上一家茶馆, 面对着店家对客户异常热情的销售台, 在即将把他家的茶叶夸上天时, 君灵龙直接拿出了一打紫钱让他赶紧闭上了座, 就在这时茶叶竟被一只大手突然按下, 抱歉, 这万年份的清新灵茶我要了, 说完那人本以为君灵龙会因此恼火甚至忍不住对他出手,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一张极其平淡的门, 老板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 这条街的灵茶我全都要了, 听到这里君灵龙是真的忍不住, 直接对着来人鞠了一躬那架势就像参加葬营, 因为他已经从来人身上看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影子, 如此挑衅君家贵女,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话音当落只见来人目光转移间, 下一秒直接闪现跃到了五米开外, 但君杖剑也没去追他, 只是提醒君灵龙此人乃是君万劫的追随者黑土, 是故意针对你的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此时黑土显然也认出了来人乃是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随即便忍不住开始嘲讽, 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遍, 如今沦为了他的舔狗看这样应该是真的了哈哈, 说完反观君杖剑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脚步轻易间, 还没等黑土做出防御姿势,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 锋利的剑人落在脖子上, 让黑土明白了自己和君家第十序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而就在君杖剑即将挥舞宝剑时, 一股无形威压突然将他全部笼罩使其动弹不走, 你好歹也是君家第十序列, 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灵龙摇尾了, 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你看如何, 听着君万杰挑衅的话让君杖剑忍不住对着天空讨笑你到底想做什么, 话音刚落只见君万杰突然露出邪魅意识, 紧接着右手抬起肩数到雷影形成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团进了君杖剑的耳中, 做什么, 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足地罢了这里的够, 十万福克追究雷霆之怒, 剑斩惊惊躲过致命一击, 感受着体内残余的雷霆之力让君杖剑内心震, 仅是一招雷弓逆法威力竟如此恐怖如斯, 但同为君家序列君杖剑还是挺的压力, 看向上方呵斥君万杰理想城市操哥们,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解, 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做事低调的, 话音刚落就连君万杰手下黑土也过来凑起了热, 告诉你们家神子, 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娘柱, 说完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剑撞君杖剑这才松了口气听着君玲珑的询问, 回头看向君玲珑时刹那间自己心宝不都要碎, 我挨揍的时候这女人居然还在给神子买, 可想归想她还是把剑收回了起,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只是身体还有点麻烦, 而听着君玲珑问自己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神子时, 想到君逍遥断不会善罢甘休, 君杖剑还是建议两人不要生仗, 密藏开启再急还是不要内斗死, 不久后就在两人回到住所前屋内突然传出异想, 极其难听的声音让两人在原地住得了孙子, 直到君杖剑忍不住问君玲珑解决这事, 君玲珑猜测可能是神子的练起, 打开房门后证明了果然还是玲珑了解君逍遥, 而见到两人回来君逍遥本想是要自己情义以出见者, 下一秒眼神微年间, 还没等两人做出解释, 来到君杖剑身前直接抓住了她的手, 你和谁打架了, 君逍遥问出此话并非空血雷, 因为以她的实力见到君逍遥回来时, 便看出了她体内的雷霆之力已经渗透进了经脉, 如果不立刻处理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子, 随即君逍遥也没犹豫只是让君杖剑把牙关咬紧, 紧接着一捧磅礴之力瞬间涌入到了体, 伴随着残余的雷霆之力被慢慢驱逐, 君杖剑这才明白如果不是神子自己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随着君逍遥用灵器将君杖剑的经脉全部收, 还没等君杖剑磕头致谢便再次传来了君逍遥的问问,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好的再回答, 是谁伤了你,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君万杰的住所, 此刻小弟黑补还在品臭脚表路中心, 可就在君万杰自认君逍遥要是稍微有点短, 就会选择在密藏开启之后长大事, 伴随着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降临, 君万杰眉头紧触见, 直随带着黑补通过窗户向着屋外跑去, 只见屋外一道庞大的金色手掌已然到达了住所上, 下一秒直接以推出拉手姿势将整座楼里全部女子, 我这人啊, 从来不计隔夜场,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都会当场打回去哦,